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州还是刚刚到来的旅游者 很多人的一天都从园林开始了 夜放 苏州著名画家 也是园林的设计和建造者 在一处园林营建的工地上 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997年和2000年 苏州先后有两批共九座园林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这样评价苏州古典园林 没有任何地方 比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园林 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直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 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杰作 这些建造于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园林 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 折射出中国文化 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 如果说园林是一棵参天大树 那么苏州就是它最温润的土壤 园林的历史和文化 一如两千五百多年的苏州古城 悠久而丰富 苏州最早的园林 可以从春秋时期 武王夫差为宠幸西施而兴建的管娃宫说起 梳妆台 玩花池 想蟹狼 诗书中留下了一连串名字 今天 灵岩山上赋予传奇色彩的遗迹和故事 仍然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 烟雨中 从秦汉到南北朝 苏州迎来了又一次造元高潮 烟雨中的楼台不只是范宫宝刹 还有很多人景胡天 据吴帝记记载 这一时期 苏州建有五十多处寺院 这些寺院 大都辟有供善男信女游览的园林 他们喝着梵阴缠韵 目着春雨秋风 生动了千百年 唐朝时 诗人白居易来到苏州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 白居易曾经花费许多笔墨 去描述苏州的奇史 他的太湖石济 无疑是解读唐代苏州园林的一个入口 此时 苏州园林中出现了官属园林 这也印证了诗人当时在苏州的生活 勤于政务 也乐于犹赏 皇家园林 寺庙园林和官属园林 就像是三条支流 他们汇聚起来 顺流而下 就出现了宋代以后 文人血液山水源的主流 苍狼亭 实践于北宋庆历五年 甚至清浊的这么一个象征 处词里面的渔夫歌 苍狼之水清洗 可以浊我阴 苍狼之水浊洗 可以浊我阻 如果我打 这奸善天下 穷 这独善其身 这个他呢就是觉得我现在独善其身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愤懑的 北宋的一天 苏顺青经过苏州辅学 沿着贴水的曲径 向东而行 偶然的抬眼望去 看到的是一片别样的天地 这里重复广水 草木葱玉 还有一架小桥 通向杂花修竹的深处 桀鲁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这一份与自然的心神交汇 使这一片天地 从此成为明冠江南的古源 到了北宋的时候 文人园正式诞生 所谓文人园 就是作为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的 不能光是说养生 而是要养心 是病重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我们一种东方的生存智慧 几百年之后 苍狼亭渐渐荒芜 但因为沈父和福生六计 这片山水又有了 另外一番新鲜的意义 福生六计 是清代文人沈父的回忆录 他用清粒干净 百转千回的文字 记录了与妻子云阳 不依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 其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 是夫妇俩寄居苍狼停盼的日子 苏顺青的到来 曾源于痛楚和失忆 但园林让他的归隐渐渐地少了苦味 多了生命的旷达和生活的甘甜 不论是苏顺青 这就是佛国经相 这就是狮子林 狮子林的第一任主人是狮僧天儒禅室 他到苏州弘法 高山扬指的弟子们为他兴建了这处禅林 佛经中说 佛为人中狮子 佛所作处若床若地 皆名狮子座 又说 高僧居住的地方如大树丛聚 是名为林 所以狮子林这个名字 充满禅意 乍看之下 狮子林的假山 真有点像大大小小的狮子 却又不是形态逼真的那种 似是而非 也是禅意 这样的禅意 画家倪云林心灵神会 倪云林说自己的话 不过一笔草草 不求行似 了以字于耳 他画近山 寥寥几笔 他画远水 淡淡一抹 近山和远水间 是空空落落的诗意 倪云林画的 其实是心中的原林 是禅意和会心 倪云林用丹青模园 到了明清两代 则更多的是原起丹青 这时候苏州园林 首先是由文人和画家在纸上画出来的 比如 桌正园和文征明 桌正园里有一处著名的景观 造园者将远处的高塔纳入园境 这是中国造园史上最杰出的借景范例 正对这个景观的 是嵌在廊壁上的一组 刻有文征明 桌正园图涌的书条石 当年的工匠到底是怎样设计和建造桌正园的呢 这是失落在明朝的秘密 我们到现在没有考证到 没有查考到一个完整的古代的 造园的蓝本或者焚稿 没有 答案就藏在文征明 为原处王献臣所会的山水策页中 这些策页呢 我们可以解读到 当时文征明对这个卓尊元的构思 也就是说它会很有趣地 注明说这个山坡地 我们所谓象地以后 可以做一个亭子 但是它对这个结构 几根柱子 几根梁 几根蚕子 它不会记录 它只是说这个意境会记录 四百多年前的阳光与水气 今天还可以通过这株紫藤 抚摸我们 四百多年前 文征明亲手将它种在园中 我们相信这应该是文征明 绘画意境的一部分 因为年代久远 今天已经很难将文征明的画 与卓正元的布局一一对应 但这样的意境无处不在 以真实山水为蓝本 融入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 是苏州古典园林整体布局的一大特色 后者也因此被称为文人写意山水园 园林主人们摩山泛水 又一天缩地 在这方天地里 有可以游赏的山河水 有可以渔情的花木 有可以居庭的建筑 山为谷 水为脉 花木是毛发 建筑是眉眼 园林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是有意境的 活泼泼的存在 上有天堂 下有苏号 苏州的天堂在哪 苏州的天堂在园林里面 因为就是这些园林的主人 他请的这些将司们 把他心中的天堂 变成具体的 就是艺术的构建 文人造元的传统 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画家叶芳 也是先画园 后灶园 叶芳找来的灶园工架 全都来自苏州的香山 是明代香山帮的传人 小心啊 小心小心 这样的话正好这个 山洞的山壁后面 有一块浑然的气势 按夜放的估计 堆叠完这封甲山 要大半年时间 园林的营造 大都经年累月 其中最首要 也最费时的 是山水的布局 也就是 碟山和梨水 一风则太华千寻 一勺则江湖万里 园林里的山水之姿 来源于自然 有多追求 以简欲凡的向外之意 形成了独特的 意境之美 碟山记忆的代表作 在环秀山庄 这座气势磅礴的甲山 占了全员三分之一的年纪 在山中穿行 会发现这座甲山 浓缩了自然界里 几乎所有的山体变化 有邓道 威静 石洞 天桥 也有剑谷 风暖 绝壁 飞凉 造原者得山水之谷 运石如笔 将胸中秋鹤 化而为山 有赤福千里之势 杜甫说 明园依绿水 位于水乡古镇桶里的 褪丝园 则干脆被叫做了 贴水园 环水布局的建筑 叫水乡县 闹红一格 和孤语生良轩等 这些典雅名快的名字里 都藏着一个水字 因为生在水乡 即使是在一个人造环境里 造原者也要处处 与水围林 数百年后 我们依然能领略到 园林主人 枕石树留的 惬意和欣喜 在园林里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体现的其实是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天然合一的思想 对我们今天来说 用一个词汇可以概括 就是说 这是一种绿色的人文情怀 中国特色的天然合一的哲思 也孕育了中国式的审美 所谓 所谓虽游人左 碗自天开 用古人极端的说法 就是那须弥 与戒子 园林虽小 意境却大 明清两代 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开始 苏州园林兴造 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苏州的园林城市特色 开始形成 并引人注目 文献记载 明代苏州有园林 二百七十一座 清代则有一百九十多座 这是苏州最具个性色彩的 园林之一 易谱 陈从周先生说 易谱较多地保留了 明代苏州园林的布局与风格 从中可见 无门画派对园林艺术的影响 这是文脉的岩石 易谱曾经的兴建者 正是无门画派代表人物 文争明的后人 文振梦和文振亨兄弟 文振梦曾高中状元 在京城围观 但正气清高的文人秉姓 让他难以立足观察 于是器官回到苏州 与弟弟文振亨 寄情于园林 文振梦是书画艺术家 爱好书画 爱好山水 他把醉银糖改成药品 这个药就白纸 就是杵子里的白纸 香草 显然他是要学那个 去远的香草美人 来象征品格的高级的 所以我们园林的植物 都是有人文植物 陶渊明说 圆日社已成去 这样的家去 在于灯东高已书孝 在于林青流而复诗 更在采菊东篱下 山水可供游赏 花木更能移情 他们是观赏的对象 更寄托了人妇品格 这也是一种脱物研制吧 苏州古典园林里 颇有些知名的当家画物 比如桌正园的荷花和紫藤 流园的牡丹 苍狼亭的竹子等等 所谓一枝一叶总观情啊 夜放的家 本身也是一个小园林 三五好友经常在此雅集 当古老的昆曲再次响起 历久迷心的诗情画意 让人赏心悦目 从画园到造园 对夜放影响至深的 是一本叫《账物志》的古书 明朝沉醉于明园架构中的文振亨 还为后世留下了满指风雅的《账物志》 古人心目中的园林 就是生活和修养的地方 《账物志》说的是怎样艺术的生活 和什么是生活中的艺术 《账物志》成书十年后 另一位苏州人继承写出了 造园专著《园艺》 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园林的 营造和审美 国外学者称它是 世界造园学最古老的名著 比如说它有两句话 一句话叫什么呢 造园无格 就是没有一定的格局 第二句话什么呢 叫精在体移 不同的地形 我在不同的处理 而且要合适 所以这两句话 在今天我们设计上中 还是一个 必须遵守的一个设计理论 明清之际的苏州 造园成风 造园理论随之形成体系 账物质和原野 既是实践总结 也可以看作造园记忆的科普 和生活方式的引领 时至今日 苏州正在打造百园之城 有108座园林先后入选了苏州园林名路 苏州成为当之无愧的园林之城 在这里 惊讶的园林生活 与苏氏宜人的苏氏生活 互为滋养 可以说 苏州养育了园林 园林也反哺了苏州 两者的相互浸润和融合 成就了中国文化中 颇具东方情运的景观 可以说 苏州园林是一本苏州人 江南人常读常新的课本 每一个苏州园林 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有自己的园林美学史 文学史 无数的园记和银年 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文字 都能够给后人一启跌 陶冶我们后人的精神 《偶言筑家偶》 这是刻画在《偶言长廊》里的句子 这个句子和美好的爱情有关 偶言的主人是清末的沈炳成 他第一次见到红颜之己 严永华时 正经历幻海浮沉和家庭变故 对着眼前亭亭玉立 才华横溢的严永华 沈炳成轻叹不已 不久以后 严永华走进了偶言 曾经的邂逅相遇 竟是原定今生 住在偶言的沈炳成说 何当邪隐凉山路 卧月丹风 好偶耕 住在偶言的严永华说 名花如好友 浩月是前身 夫妇俩用互赠的蝶焰 写下这些句子 蝶焰是沈炳成亲手制作 它将带有鱼形纹的石头 一坡为二制成焰台 两封焰台上各有异语 蝶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笔木鱼啊 卧石听涛 满山松色 开门看雨 一片娇声 这也是刻画在偶言里的句子 偶言里的沈炳成和严永华 让我们再次想起了 苍狼庭盼的沈父和云娘 在苏州 园林不只是传统文化的急萃和象征 更是一种将文化和生活随如交融后的日常生态 二零二一年的春天 偶言的桃花又一次绽放了 桌正园满嫁的紫藤迎风招展 留园中的牡丹 沐浴着这个春天最纯粹的阳光 从春天的桌正园中 夜方能够捕捉到一些古老的信息和新鲜的意境 他的园林仍在建造中 这将是苏州的又一座园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次 1次 2次 3次